iPhone 12四款系列新机亮相了 那么台湾也在第一波的预购名单贩售当中 电信公司现在也纷纷公布了购机方案 而其中零元购机最受到大家关注了 以iPhone 12容量128G的5G资费来看 中华电信的月租费要1799元 必须要绑48个月才可以用零元购机 而远传电信跟台湾大哥大则是月租1399元 要绑约48个月可以零元入手iPhone 12 但是对此专家就认为了 其实对于不追求5G速度的人来说 通话量又不高 那么这些用户月租1399元 还要绑四年好像真的不太划算 倒不如与现9的499吃到饱方案续约 再直接买空机 换算下来可以省下大约11万元左右 四款iPhone 12系列新机日前正式亮相 也申告踏入5G时代 台湾也在首批预购贩售名单中 国粉摩拳擦掌就在观望 今年电信业者会推出什么样的零元方案 仔细看今年最便宜的月租费 绑约期长达48个月 让不少人犹豫了 时间太长不可控因素比较多啦 这个东西只要好用就可以 看个人需要嘛 以iPhone 12容量128G零元方案的5G资费来看 中华电信要越缴1799元 绑约48个月 或越缴1399元一样绑约四年 再搭配上i6以上 就机回收折价3000 也可以用零元入手iPhone 1264G的版本 至于远传电信和台湾大哥大一样 越缴1399元绑约48个月 可以用零元入手128G的i12 但这样真的划算吗 有些无据方案的关系 因为价格比较高 总体费用其实都会比空机 加上门号甚至贵一点 每个月打电话会打到1399 你可以打到1500那你在绑约绑1399 绑1599其实就合理 实际是算iPhone 12容量128G的5G资费 月租1399元48个月算下来 总共要花六万七千多元 但如果以现有的4G 499吃到宝方案 续约到48个月 再加上空机价两万多元 其实只要五万两千多元 就可以用到新机 怎么选最划算 消费者可得精打细算 解释神经国台报道 109年国庆大会才刚刚落幕 而国防部三军联合乐一队首创的 无音乐伴奏操枪表演 当时惊艳群场 三军一队训练秘星现在大公开了 今天早上海陆空一队再次合体 展现出各军种分开操演跟合体训练 在没有音乐的情况之下 他们只用拍枪 靠腿 还有踏步的声响当节奏 整齐画一的操枪表演再度重现 举枪甩枪加靠腿 三军一队再次重现超强原地 静默操枪 完全无音乐 只用拍枪 靠腿踏步声 就得全体节奏一致 三军一队首创无音乐的原地操枪术 在国庆大典第一次登场就惊艳外兵 原来这套枪术是从三军中的陆军发响而来 是由我们陆军开始是做尝试 然后研发 我也想把这个东西好的东西 然后也衍生到国庆大典上 这套枪法并不是弟兄所熟悉的 所以在一开始的确遇到很多困难 三个军种白色衣服的海军和中间的陆军 以及一旁的空军分别操练 国防部重现三军训练秘星 毕竟没有音乐 挑战难度超级高 对比当天一队同样操练 有音乐节奏的操枪术 这套寂寞枪法差点成为一对噩梦 但如今却也成为他们最大骄傲 台湾跟印度之间的互动不断加温 那么现在又有印度媒体 今日印度独家采访了 我国的外交部长吴钊燮 而在25分钟的专访内容当中 吴钊燮提到了 希望跟印度重组新的全球供应链 期盼可以跟印度一块对抗中国 而台英关系升温 朝野也都非常的乐观看待 台英代表合影留念 立法院举行双方国会议员友好大会 史上第一次印度大使戴国兰亲自出席 台湾与印度展现好交情 外交部长吴钊燮 前一天还接受印度媒体专访 25分钟的专访中 吴钊燮阐阐述台英双边关系 也主动提及供应链重组 表示台湾希望可以开始思考 如何与四方安全对话国家合作 再再将共同威胁指向中国 英文专访吴钊燮用字小心谨慎 但印度媒体近日印度将专访内容转发到推特上 特别点出吴钊燮以敌对国家来称呼中国 虽然外交部声明表示与原意有落差 但并不影响台英关系 清楚看到其实台英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越来越好 中国的阿爸已经让所有的人看得更清楚 可以在这个契机的时候加强两国的关系 可以建交的可能性 从印度媒体无视中国禁令 报道台湾国庆相关议题 总统蔡英文也透过推特向印度网友问号 双方能否建交还不得知 但台英关系在中国压力下越来越火热 接着战士林凯军曾俊为台报道 利用航空飞往东沙岛的军包机 昨天经过香港飞航情报区时 竟然遭到拒绝入境 也是20年来首次被迫返航 引发各界的高度关注 而行政员长苏贞昌强调了 所有航道都是依照国际标准 认为香港不应该影响我国的飞行运作 而国防部长颜德发现在也解密了 说其实昨天中共在当地根本没有军演活动 超远地位对此就分析 这样的现象非常不寻常 中国很有可能会随时切断 我国跟东沙的联系 利用航空飞往东沙岛的军包机 遭到香港飞航情报区 一两万六千尺以下 有危险活动为由禁止进入 二十年来首度被迫返航 两岸情势紧张时刻 是否中方刻意搞小动作 飞航照飞航的标准跟国际的管理来做 我们认为不应该影响我们相关飞航的运作 行政员长苏贞昌强调 航行一切依照国际规定不该被拦阻 而香港以有危险活动为由 禁止我包机进入 但国防部长解密当时空域看不出 有任何危险活动 当时中共在当地 不管是周边的海空域 它是没有任何的军演的活动 也就是没有异常 中共当局要遵守 国际飞航组织的规范 要重视国际飞航的安全 不要破坏国际飞航的次序 包机从高雄小港机场起飞 三十九分钟后就被迫掉头返回原机场 这情况朝野立委同声直呼 相当不寻常 如果这是来自于香港或中方 一种不友善不专业 恶意的干扰行为 那我们就必须要用各种方式去排除它 政府也必须要 就可能的未来的演变情势 必须要一座因应 空军强调目前不影响运捕 但外界忧心 共军很有可能随时截断我国和东沙的联系 包机莫名 被返航显示台海情势依然不容乐观 记者林生君 红卫财 TB 报道 豪雨这两天狂炸宜兰 甚至在台九丁县39.5公里处 还发生了落石摊坊 气象局长证明点就在脸书说 这样的降雨真的蛮特别的 因为像是昨天的累积雨量最大值超过400毫米 但是范围没有特别大 除了宜兰陆续降雨之外 在今天还会有大台北地区 基隆北海岸也都是有下雨的情形发生 而到了礼拜六 东北风再次增强了 在阴风面的雨量看到也会增加 那么北部地区最低温 恐怕下探到21度左右 而且这一波的降雨 可能会持续到下个礼拜一上半天 宜兰更要注意的是 从今天晚上到礼拜六清晨 雨势会最大 连日大雨山区土石松洞 台九丁县落石摊坊 一度阻挡人车通行 宜兰传输零星灾情 16号清晨气象局还发布大豪雨特报 气象局长证明点更在脸书指出 这样的降雨很特别 15号累积雨量最大值超过400毫米 虽然范围并不特别大 东北激风的一个异常降雨 主要就是因为水气比较偏多 加上东北风影响以及地形效应 可能在一些淫风面地区的雨势会特别大 除了宜兰陆续降雨 周五还有大台北地区 基隆北海岸也都有雨 到了周六 东北风还会再增强 因封面雨量持续增加 北部地区最低温恐怕只剩下21度 而这波雨至少会持续到下周一的上半天 宜兰更要注意 周五晚间到周六清晨 雨时会最大 另外目前在南海的热带性低气压 未来虽然成台几率并不高 但水气往北带上来 加上东北风 让未来一周都会是湿凉的天气形态 那相对的中南部天气就稍微比较稳定 明天东北风增强之后 风力会更大 可能来到九到十几 主要区域还是以台南以北 还有整个东南部 气象局提醒中南部 虽然天气相对稳定 但可能会出现强风 日夜温差也会来到十度左右 提醒民众多加留意 记得综合报道 新冠肺炎除了攻击到肺部跟心脏之外 也会对脑部造成不少的影响 因为在国外有不少患者 都在缺诊之后 陆续出现了失忆 思绪混乱等情形 而国内医师就说 其实很多研究都有发现 病毒会透过血液进入你的脑部 因此越来越多并发症 轻一点的 就像之前提到的丧失 味觉跟受觉 严重一点的 可能会导致脑部病变 甚至是脑中风 那么通常都属于长期的后遗症 只要病毒的繁殖量越多的话 对脑部造成的冲击几率也是越高的 因此尽早治疗控制病情 就可以降低脑部损伤的风险 新冠肺炎攻击全身器官 除了肺部和心脏 也会对脑部造成冲击 医师指出 像是国外就有不少患者 在确诊后 陆续出现失忆 思维混乱 精神恍惚等症状 变成长期后遗症 影响日后生活 这个病毒攻击脑的哪一个部分呢 它攻击到那个部分的功能 就会丧失 那失忆 人格异常 甚至动作出现异常 比如说有一边的手脚无力 都是有可能的 医师表示 新冠病毒主要经由血液 跑到脑部进行攻击 停床表现轻微一点 会有受胃觉异常 严重的话 可能导致传统脑炎 脑病变 以及多发性神经炎 甚至出现脑中风 如果病毒繁殖的越多 影响脑部几率也越高 因此尽早治疗 控制体内病毒量 才能降低脑部损伤风险 另外也有研究显示 病毒可能透过鼻腔 进入神经系统 所以未必会出现 明显呼吸道症状 但新冠肺炎最致命的原因 还是肺部感染 导致呼吸衰竭 抗病毒药物理论上 是可以阻止它跑到脑部去 所以瑞德西韦 或者更早期的 抗IgB的药物 不过目前缺乏 这个临床实验的 临床研究的验证 高危险群目前其实不清楚 只是外界优心 新冠疫苗未来问世的安全性 不过医师认为 尽管疫苗研发时间较短 临床资料有限 但事大好处还是远大于坏处 想要对抗病毒 接种疫苗还是最佳解放 记得陈子凡林一新 台北报道